环球网报道,一辆载有40名中国游客的大巴在越南北部的老街省遭遇了严重车祸 一名越南人当场死亡,另有15名中国游客受伤 报道援引,越南国家广播公司的消息称 当地时间16日上午8点左右 这辆满载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在老街省的一个山口 正面与一辆卡车对撞 大巴后面行驶了一辆摩托车追尾大巴 摩托车的男性驾驶员不幸当场死亡 报道称,大巴上至少有15人受伤 而伤者被立刻送到了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据警方消息,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初步判断可能是大巴的刹车系统失灵